第四题,已知LOG2与LOG3的近似值分别为0.3010和0.4771 49下列个数分别为几位数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2的100次方 我们来计算第一小题,那么2的100次方是几位数 首先我们就把它取LOG来计算 所以LOG2的100次方 那么根据LOG的运送规则,所以我们就得到是100 再乘上LOG2的这个数值 那么LOG2题目已经告诉我们了 那么因此就是100再乘上 LOG2是0.3010 那么这个数值我们计算结果就得到是30.1 那么30.1这个数值我们就把它写成30再加上来0.1 所谓的30,那么指的就是首数 所谓的0.1指的呢,那么就是尾数 所以首数是30,那就代表2的100次方 那么就是30加1 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就得到 那么它指的就是31位数值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6的20次方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一样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先取LOG 所以LOG6的20次方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20 那么再乘上LOG6 那么LOG6呢,我们必须利用LOG2跟LOG3 所以6的意思,那么可以写成2乘上3 所以它的帧数是相乘 那么因此就是LOG相加 所以就是20乘上 这里就是LOG2 再加上LOG3 所以就会等于20乘上 那么LOG2呢,听不过说我们是0.3010 加上LOG3是0.4771 所以相乘计算结果 我们就得到这个数值是15.562 那么15.562呢,我们就把它写成15 再加上0.562 意思也就是说15就是这个数的首数 0.562,那么就是它的位数 所以我们得到首数是15 那么因此我们就把15加1 我们就得到是16 那么16就代表这个数 它都是16位数值 所以呢,听不过要来求第一小题 2的100次方是几位数 我们计算求的呢,它是31位数 那么第二小题呢 6的20次方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呢 它是16位数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第二题,已知LOG2与LOG3的近视值 分别为0.3010和0.4771 是求下列个数 分别在小数点后 第几位开始不为0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2的-100次方 所以根据题目的意思 我们先对2的-100次方 先进行取LOG 那么因此就是LOG2的-100次方 所以根据LOG的运算规则 那么可以写成负100 那么在乘上LOG2 那么LOG2呢 题目已经告诉我们的 所以就是负100在乘上 题目告诉我们这个值是0.3010 所以相乘结果 我们就得到是负30.1 那么负30.1这个数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负31 那么再加上0.9 意思也就是说负31这个数 那么就是所谓的首数 那么0.9这个数 那么就是所谓的尾数 那么因为首数是负31 意思也就表示小数点后 那么第31位开始不为0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5分之1的10次方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呢 那么一样 我们也先对这个数来取LOG 意思也就是说LOG5分之1 那么整个的10次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LOG 那么5分之1的意思呢 就是5的-1次方 那么因此就是5的-10次方 所以根据LOG的运算规则 那么就等于呢 4-10再乘上LOG5 LOG5呢 我们必须把它换成LOG2 跟LOG3来计算 所以呢 这个5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2分之10 那么因此呢 整个数 那么就是变成4-10再乘上 那么这个帧数5呢 写成2分之10的意思 就是LOG10 再减掉呢 LOG2 所以呢 就会等于-10再乘上 那么LOG10的值呢 就是1减掉 LOG2呢 听不告诉我们是0.3010 所以呢 就会等于-10再乘上 那么1减掉0.3010 那这个数呢 就是0.6990 那么相乘结果 我们就得到的是 -6.99 那么-6.99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呢 -7 再加上呢 0.01 那么这个-7 我们刚刚说过了 这个-7 就是这个数的首数 那么0.01 那就是这个数的 尾数的意思 那么首数呢 是-7 -的意思 那就代表呢 小数点后 第七位开始不为0 那么因此呢 第一小题 2的-100次方 我们计算结果呢 得到小数点后 第31位开始 不为0 第二小题呢 5分之1的十次方 我们计算结果 得到呢 小数点后 第七位 开始不为0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计算 tech